国家终于对台湾出手了 这一次绝对不再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而是一定会狠狠打板子 8月18日 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 记者提到 商务部日前已经宣布了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最新进展 并表示将依据有关规定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ECFA向下 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 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国家对台湾当局终于开始反击了 一直以来 党和国家对台湾都是充满着怀柔的 国家不希望获起消强让渔翁得利 而且两岸经济融合得非常好 也是亦融聚融亦损损损的关系 基于大局考虑 国家给予了台湾很多政策优惠 也是希望两岸经济上互惠互利 政治上能越走越近 并最终实现成本最低的和平统一 然而 在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 就开始重走台独路线 尤其是蔡英文进入第二个任期后 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与美日等国勾连的越来越深 蔡英文当局与美国狼狈为奸 不断通过切香肠的方式掏空一个中国 在台独的路上已经越走越远 不仅如此 台湾还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 试图把中国排除在中高端芯片研发与制造之外 很显然 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台独之路走得越来越远 军事上不断推进以武巨统 经济上不断与美国配合走脱钩锻炼路线 在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勾连下 正试图把台独坐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出手 所以才有了商务部终止或部分终止ECFA向下 给予台湾产品关税优惠的大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很多网友一直期盼的穷台策略 国家为何此时出手 过去 无论如何我们对和平统一都在做最大努力 哪怕还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还是会努力实现和平统一 因为和平统一的成本最低 代价最小 当然 对我们来说 一直以来发展经济都是第一位的 台湾问题只要不激化 不出现事实上的台独 时间拖一拖没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根本是先把经济发展好 但是 当我们越努力推动和平统一的时候 看起来和平统一就越没有希望 我们向台湾让利越多 它反而越猖狂 越想谋独 这必然会让我们反思 一直以来的对台政策 还有没有必要维持 而且从民意上来说 反对向台湾让利的民间声音越来越大 大家对台湾也越来越不满 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现实 美国越来越不给我们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既不能无限向台湾让利 也不能对台独进程推进的越来越无动于衷 所以 面对这种情况 当国家忍无可忍的时候 必然出手 就像当初国家对待香港一样 当港独越来越猖狂的时候 国家不得不出手 最终狠狠打击了港独势力 现在香港整体已经安静了 在经济领域 过去台湾对大陆最有经济价值的部分是芯片代工 现在在美国的干涉下 台积电也不再为我们代工高端芯片了 而中低端芯片 我们自己就能研发生产一条龙 那台湾在经济上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价值呢 现实是台湾对大陆的价值越来越低 它却还不断加速谋独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凭什么还要给它让利呢 不过 真正惹恼中央政府的是最近美台的系列勾连 美对台军售不但越来越疯狂 双方在6月1日还签署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部分协议 而且日本与台湾的勾连也明显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继续不调整政策 那就让台独势力太舒服了 所以国家在这个时候果断出手了 不再惯着了 我们对台政策需要赏善罚恶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为什么我们向台湾让利那么多 台湾老百姓却依然与我们离心离德 台湾露营的宣传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那不是全部 在个人看来 之所以我们向台湾让利那么多 而台湾民众对我们越来越离心离德 至少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 我们的让利让利益集团给吃了 很多人不知道 大陆在马英九在任8年期间 向台湾让利很多 但大部分没有进入台湾老百姓的口袋 而是进入了国民党民进党的那些利益集团手中 譬如我们以非常可观的价格 从台湾进口了大批水果 但这些利益大部分没有进入果农的口袋 而是被国民党的那些中间商给吃掉了 试问 台湾民众怎么会感谢我们呢 后来我们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支持国民党了 就是因为 我们对台湾的让利是希望国民党马英九政府能够突破 能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 最终实现统一 然而马英九宁愿下台都不愿意松口 正是这样的原因 无论是后来的朱立伦还是韩国瑜 再或者是现在的侯友宜 我们都没有再专门支持的兴致了 不过 考虑到要废掉ECFA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所以我们整体比较谨慎 并且我们一直是在给对岸机会 二 我们的让利变成了冤大头 我们虽然向台湾让了很多利 但台湾人并不觉得我们让利了 他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那是大陆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大陆对台湾的让利 是以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为前提的 当初国民党对台湾民众说 如果不支持九二共识 就会影响两岸经济交往 对台湾经济就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对于国民党这种宣传 民进党则宣称这是国民党在恐吓台湾人 过去几年好像验证了民进党是对的 因为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 大陆并没有因为台湾民进党当局 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与台湾断绝经济往来 台湾经济也没有因为民进党当局 不承认九二共识而出现大麻烦 如此逻辑下 原来很多支持九二共识的人开始摇摆 台湾人选择的策略也很有趣 他们在县市选举时多选国民党 这样县市就可以多和大陆合作 而在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 他们却选择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好像能对冲大陆的统一 事实上 在台湾现在支持九二共识的人是减少的 其实 在台湾人的心里 他们一定程度上把大陆当成了冤大头 其大陆让利是理所应当的 而他们谋求台独也是理所应当的 试问 我们怎么可以让这样的政策永远持续呢 如此持续下去 肯定难以推动统一 我们要想推动统一 必须通过穷台 才能让台湾人知道 大陆对他们的重要性 他们才能幡然信物 就像那些闹港独的香港人 当他们到了英国之后 才知道自己是莫等公民 才知道英国政府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但却为时已晚 有一个香港的硕士 在英国生存不下去 已经自杀了 对台湾人 我们需要拿出一些措施 让他们知道离开大陆的痛苦 他们才能明白该往哪个方向走 现在 美台当局勾连越来越深 台独这条路走得越来越远 我们此时开始穷台 可以说是充分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 实际把握是非常巧妙的 关于商务部所采取的措施 国台办发言人的表态很明确 台湾当局不能一边享受着大陆的优惠政策 一边却歧视大陆 对大陆进行贸易限制 与美国配合搞脱钩锻炼 这是不被允许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签署的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根本就没有承认九二共识 那ECFA还有什么政治基础 一边是政治基础没有了 一边是单边让利 ECFA当然应该逐步停掉 其实在我们看来 这只是大戏开场的序幕 既然中美调和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既然美国没有任何缓和中美关系的诚意 那我们当然得做好万全准备 这其中当然就包括统一台湾的准备 逐步停止ECFA协议 只是统一进程中的一小步而已 等着瞧吧 后边还有很多措施 统台先穷台 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 且看我们如何穷